作曲 李宗盛 欠缺 暗云 或者 转折战太多遗忘 真拥好你 或者 勇敢偏意断气 情人们一呼一吸 相爱到底结局或同样 而想将你我这莫言得更理想 如能重修好一生 不要再想再一刻 谁也要退下场 多得你再唱 多得我再唱 呼吸 太无伤 我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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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玩了吗?你们两个是护士 骗我?有人暈倒了? 我不觉得惊喜, 我觉得混乱 张一健, 你和他站在 你怎么搞的? 人家好心跟你搞个慶祝会 你不认识不得, 还在这么多人面前罵他? 救人是医生的责任 我不觉得有什么值得慶祝 他今天转折战通知我们 就是怕我们没人到 还要叫人, 你以为我们是想来的? 我们是否给你女朋友 他根本就… 我有事做 回来了 干什么? 老婆, 说了不用等我吃饭的 谁惊喜我妈呀 不要紧 我买了妈妈最喜欢的 妹忌清蒸豆腐 滑滑, 吃完包就会更高兴 现在吃龙肉也没味道了 整杯芯布茶都倒捨了 人家是女孩子 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人? 有没有想过人家的感受吗? 我真的不想搞什么慶祝会 那人家只是一番心意而已 你再这样不扔不掉 你顾着另一个医生追到他 那我祝福他 还在这里说风凉话 你以后来后悔莫及 其实琪琪姐也挺好 跟妈妈也好谈, 对你又细心 其实小益也挺好 跟妈妈也好谈, 对我又细心 要不要想想他呢? 好呀…他还有个儿子 妈妈马上有孙婆 好呀… 是否这样, 两兄弟一抢一和 就来打我 你自己说了 琪琪的女孩子又漂亮又斯文又孝顺 那女孩子就绝版了, 没有了 你这样对人 人家还立刻打电话来跟你说抱歉 怕你生气 要不然这样, 你说 你能出了琪琪有什么缺点 妈妈以后封口 以后都不提这件事 才知道你一輩子没有老婆 是呀…我知道以后怎么做了 你老婆, 装饭了, 餓了 红牛奶 媽, 你又喝汽水嗎? 是弟弟而已 是我的, 媽怎麼會這樣? 不怕你罵嗎? 媽, 你血糖偏高, 到臨界點了 再喝糖尿了, 知道嗎? 我知道, 我拿來濕一盒 開吃飯, 吃飯… 你想喝奶茶還是咖啡?我替你沖 琪琪, 其實昨天… 其實昨天很對不起 我知道是我自作主張 我令你很不開心, 我不是有心的 對不起 應該我道歉才對, 我語氣太重 不是, 你說得我對 我回去反省過 其實我不應該辦什麼慶祝會 那醫生治好病人是醫生的責任 你明白就好了 我有些事想跟你說清楚 不用說, 我知道, 其實我真的明白 你不想醫院那麼多閒言閒語 你怕尷尬, 我以後懂得怎麼做 那你以後不用做早餐給我吃 我自己賣就行了 其實做早餐我只是順便做完 我有時候也會做給其他同事吃 你不用這麼介意 那…謝謝 不用 魚仔, 你吃不吃早餐? 你不是吧?還對黑麵神這麼好嗎? 我沒有 還說沒有? 誰都知道這份三文字是你做的 他對你這麼壞 沒有三、五、七個月也別理會他 是吧? 那是我不對, 我還怎麼好意思生他 我真的不明白 為什麼他有你這麼好的女朋友呢? 其實你別這樣說張醫生 醫院裡也有很多女孩子喜歡他 是嗎? 以我所知, 好像總是只剩你一個 有狐獎嗎? 同事人 不好意思, 三公 這次一定可以 一定, 你真是, 你這些人… 小心點, 大哥 知道了… 三叔叔, 漂亮女孩 哪裡?漂亮女孩, 哪裡? 山嶼, 漂亮不漂亮就見人見智 我覺得山嶼很漂亮 搞定 你好, 搞定了, 你看 世界是地圖, 大哥, 你做醫生 我們的病人很辛苦, 你真是體諒 三叔, 別生氣好不好? 我買一份禮物送給你 什麼事? 牙膏, 你是不是奉刺我的口臭? 什麼牙膏? 是去魚膏 去魚膏? 我弄到你手這樣, 我也不好意思 這些留給你自己用 別人, 人家是洪醫生, 手勢不錯 你有沒有檢討一下? 來吧, 幫你自己查, 去魚膏 來, 三叔, 你們喜歡喝汽水嗎? 是呀 有沒有試過檸檬加西柳? 很期待, 什麼事? 下面沒得賣, 要外面才有 那你有空買幾罐回來, 多說話 行…總之我一定賣給你, 好嗎? 洪聰, 去吃飯嗎? 我不去, 我有事要做 好 去吧 Benjamin, 我想問你 能不能讓我在骨火練習縫針嗎? 突然這麼上進, 我怎麼會說不? 醫生, 縫援針車會不會有巴? 盡量, 有沒有巴?很難說 我的朋友如果手勢好 就不會有巴痕 我做兼職模特兒 如果有一條巴, 我知道很難再接著 我會盡力的 小姐, 你在喊什麼?我還沒下針 什麼事?你不是出去吃午餐嗎? 我想練習多點, 就趁午餐過來 我還沒下針, 她就… 要不需要幫你忙嗎? 小姐, 不用怕, 不會很痛 對了, 聽說你做兼職模特兒的吧? 是呀, 所以一定不可以有巴痕 明白, 其實你穿泳衣也不太覺得 你蓋一點粉, 高清鏡頭也看不到 真的? 是呀, 做模特兒是不是很辛苦? 不錯 你有沒有試過做模特兒的時間 你有沒有發生… 好, 麻煩你了, 麻煩你了, 醫生 不用了 其實逢針不難學, 多練習就上手了 不過最重要是懂得令病人放鬆 看到了, 借點跟人家聊天 然後兩、三下手腳就完成了 為什麼突然這麼勤奮? 你平時不是每天都敷節目嗎? 一鍵頭給我三個 任務給我 他說我弄不成就胖我 又是一鍵頭? 他給我兩個星期的時間 之後就抽書 又要我逢針給他看 又要考摸腫瘤 不勤奮也不行 胖了我不僅僅不倒業 還要留在這裡多半個月 我寧願死掉就好過了 不用擔心 逢針, 我替你補習, 保證你上班 真的? 但你今晚不要約人了 約定你 好的 逢針是每個室人最基本要掌握的技巧 無論將來選什麼科, 都一定要認識 所以你們要多練習 練到手指靈活, 真發順熟 但是我還有點害怕 對, 因為我們練習都是假人在屍體練 現在個個有血有肉, 完全不同 最厲害是病人會動 動也不要緊 最怕遇到不好 然後就弄痛他們就被人罵 其實病人遇到情緒的問題 做醫生是有責任, 要安撫他們的 師姐, 其實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令病人沒那麼痛 最特別的方法就是自己練習多一點 像現在這樣 我們多在豬皮上練習 到時上手了 我們就沒那麼害怕 對著病人就不會那麼容易弄痛病人 還有, 我做Houseman的時候 我會買一套塞鞋子來練習 大家都要 魚仔, 我聽到你做Houseman的時候 十秒鐘會打十五個結 其實打結打得快並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盡量希望不要弄痛病人 還有遇好傷口之後 希望不要在他們身上漏下疤痕 說了這麼多, 我現在開始示範 好… 魚仔, 你真的練得很快, 很漂亮 師姐, 你練多少才能練成這樣 關你什麼事?這些事講天分 我會想找這些東西 小姐, 明天穿你的裙子好嗎? 不要了, 好像很隆重 不, 明天大官衣務所擴充 放雞尾酒, 穿得好一點 但我穿著這樣, 我怎麼做事? 不方便吧 你明天不是請假假嗎? 最近醫院很忙, 我又要幫忙戴Houseman 我不好意思請假 真的一天都請不到嗎? 工作比較重要 酒會五點才開始 你把衣服放在車上 收工之後換衣服就行了 先吃飯吧 你先吃, 我拖上去 魚仔, 吃完飯再搞吧 行了, 先吃 吃飯 進來吧 爸爸, 腰嶺蔥那杯心茶給你 腰嶺蔥就是你拿進來 讓我當孝順女行不行? 剛才吃飯的時候 你聽到我說明天沒請假 你有一點點生氣嗎? 有, 有一點 但如果明明醫院有事做 而你因為我而不去做 我就不僅有一點生氣, 很多生氣 好了, 輪到我問你了 那你有沒有因為爸爸離開公立醫院 轉做私人執業 而有一點不開心呢? 有一點的 只不過這樣 我知道爸爸在公立醫院的職務 就很繁重 我也不想你這麼辛苦 但我知道有些人覺得你爸爸拜金 但我知道我爸爸不是這個人 范基… 范醫生, 趙老闆來了 趙老闆, 你好 恭喜范醫生 謝謝… 你的醫務所開了一年這麼多 這麼快就擴充了 地方大一點, 人家坐得舒服一點 那倒是 以後我們會多幾個專科醫生 一件是其中一個, 一件有沒有見過趙老闆 趙氏又闖老闆 趙老闆 我最出色的徒弟 你好 你師父經常在一群老朋友面前看你 說你青出於男 我師父誇獎我 幫我招呼趙老闆 請來 你去哪裡? 好, 恭喜范醫生 謝謝… 恭喜范醫生 謝謝 Dr. Lam臨時有個會還在開 他吩咐叫我一定要來恭喜你 這麼客氣? 禮道行, 人家不用道理 魚仔呢?不是和你們一起嗎? 你女兒認真盡責 我叫她先走 她還是要看病人的報告 傻丫頭 我們先打個招呼 好, 待會再談 師父, 魚仔做不到 傻丫頭做事做得不值得走 替我看著她, 別讓人偷飲 有三急 麻煩你等 我還沒說完 三線傘而已 要不要吃這麼重的本事 你不是打算真的娶她嗎? 你當我傻嗎?爸爸 玩玩而已, 省著花 那就差不多了 玩歸玩 千萬不要弄見譚出來 要花樣很長的 放心吧, 爸爸, 行了 爸爸, 恭喜你 快點, 范醫生 不好意思, 剛剛公司有事離開了 不要緊…見過我女兒嗎? 子余, 金老闆 金老闆 你好 前愛外科, 今年第三年了 不是吧? 這麼漂亮的女兒, 真是做醫生 找她有請假就行了 做醫生很辛苦的嘛 學歷都是嫁妝 你以為她入蠔門, 不用一張沙子嗎? 我剛才聽, 我剛才聽 爸爸, 我那邊有朋友 我去打聲招呼, 收拾一下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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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仔, 你這麼晚了 你們全都來這裡, 哪個工作 不是我做 不可以請假的 拿出來 謝謝 見過沒有? 金老闆, 張一堅醫生 就是你經常看那個小徒弟嗎? 就是他 當然了, 今年最後一年在池外 接著過來的, 留定房間給他 聰明, 還沒畢業就找到一份好工 還要是一份信工 將來, 我也找到我的客人 讓他們有什麼頭暈、生氣 就叫來找你 謝謝金老闆 以後大飽世界, 放心吧 莊醫生, 你看見嗎? 范醫生說留了房間給一張一堅 我聽到 不知道怎麼搞的 范醫生應該找你差不多 說資格, 說條件 很久都沒來不到那一件頭 他有什麼聰明, 拆鞋呢? 小信鐵說話 一件頭他就厲害了 還沒畢業而已 已經被范醫生看中了 將來他出來的薪金 分分鐘估人家幾倍 我呢, 就連專科都沒進入 其實你可以像他那麼厲害 學會拆鞋就行了 你怎麼做?這麼快想坐這間房間嗎? 找個地方休息一下而已 你忍著被人說你招呼不周 別碰我大客 大哥, 你看得怎麼樣? 喝了一點酒, 有點頭痛, 沒事的 不懂喝就不可以讓人喝 貴成這樣, 比上班更慘 師父叫我幫忙招呼客人嘛 人家喝酒, 難道我喝茶嗎? 對呀, 你明天去練劍的 我今天跟別人調校去酒會 明天要上班, 不能陪你 不用陪我了, 我明天也不去練劍 你很少偷懶的 對呀, 我約了一群朋友去讀木舟 讀木舟這麼危險?不准去 不危險的 你懂得玩嗎?你玩過嗎? 你又知道不危險嗎? 不是, 我們有教練 教練之前還穿過雙見人士 我們一群人一起去 還有港督在裡面 他們很有經驗的 萬一有意外怎麼辦? 那裡的人懂得急救 有沒有救生員牌? 你這麼說, 玩什麼都危險的 你是不是在家裡 媽媽就不懂急救了 難道我家裡也不回嗎? 我說你好而已 要不然這樣吧, 我們等下班 我陪你去吧, 好嗎? 等到你放假, 明天也結束 媽媽, 看你兒子 算了…你現在這麼累, 你先休息一下 待會我跟他說 怎麼樣?還在生哥氣嗎? 媽媽, 我真的很想去 哥不讓你去一定有他的原因 你游泳又不是那麼厲害 萬一有意外怎麼辦? 那怎麼辦? 其實呢, 哥明天去上班 我去哪裡都不知道 糟了 來吧, 你不說, 我不說 沒人知道的 來吧, 我答應你 我不會離開大隊 我不會一個人撐出去的 媽媽… 媽媽, 好吧 那你答應我, 任何事情都要小心 不要讓你大哥知道 不好意思, 想幫你做個檢查 又怎樣? 今天早上有人替我檢查過 再檢查清楚一點 你是實習醫生, 你想替我摸腫瘤 我有病人權益, 可以說不定 幫幫忙, 我也是想做個好醫生 那…練習多一點 你是我的兒子, 都找我來做實習 那我就很不空, 你找我另一個吧 不好意思 你今天下午不是禁止的嗎? 放了工都留在這裡練習 漏了東西就回來拿 你也挺可愛的 人家就調去神經外科 東西就留在腫瘤科 你探朋友不行嗎? 你這裡沒有朋友, 過來幫忙 我是張醫生 想幫你檢查一下腫瘤 你又來檢查? 不好意思, 一定要檢查清楚 確定腫瘤的位置 才可以決定用藥定開刀 同時希望你不要介意 讓個實習醫生練習一下 他將來都會成為正式的醫生 幫助更多病人 那隨便吧 檢查肺部腫瘤 首先用特定的手勢 輕輕敲打病人身體不同的部位 看看有沒有積水 首先把肺部噴成六拍 左上、右上 左中、右中、左下、右下 順次序地敲打 敲的時候又聽聽聲音 響的還是沉的 如果是沉的代表有積水 同時可以叫病人深呼吸 聽聽呼吸聲是否正常 深呼吸, 吸氣 呼氣 吸氣 呼氣 明白嗎? 當然明白了, 做餐廳的事都學過了 謝謝你 學過不久都記得 我剛才跟護士長說了 讓你留在這裡幫病人檢查 讓你有多機會練習 我下班了 別指望我, 我現在免費了 你自己決定吧 你喜歡去玩也可以 來這裡做練習也可以 好, 兩下星期很快就過去 再見 陳姑娘, 我想問你 張希心說我可以在這裡幫病人做檢查 是真的嗎? 是 謝謝 阿匡 你今天去不去玩到穆州嗎? 我快到了 是呀, 我忘了約了你 對不起, 我今天有事做, 陪不了你 你找教練陪你 教練今天有事也不去 是呀, 教練不在這裡? 那你也不要去, 很危險的 放心吧, 你們朋友看著我 你有事我不妨礙你了 我下車了, 再見 我比我還好貪玩 你好, 我叫阿匡 陳Sir之前說有個年輕人想一起玩 原來就是你 是呀 但是陳Sir今天不來的 我知道, 但我也想試試 但是你的腳… 我的腳不行, 我玩可以劍擊 我的手可以碰, 體能不弱的 好, 那我們教你吧 謝謝 你也挺厲害的, 這麼快就上手了 原來在穆州真是這麼好玩 我覺得我自己好像會走的樣子 我們出去的了 你第一次玩, 先在淺水那邊練習一下 別跟著你, 怕危險 好呀… 阿匡, 楊倉 別挖這麼遠了, 等我 行了, 楊倉 阿匡, 別去那邊了 有泡溫水流很急, 很危險的 阿匡, 你看不看得到? 阿匡, 別挖到那邊了 阿匡, 別挖到那邊了 阿匡, 阿匡, 阿匯 阿匡, 聽人家 阿匡, chol野 雖然, 根本壁 阿区, 阿匡 阿匡, 阿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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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匡, 阿匡, 你怎麼樣?阿匡 幫我買白車, 好 知不知道自己是全名的名字嗎? 張一鶴 知不知道今天是星期幾? 星期六 知不知道自己在哪裡? 沙灘 阿匡, 我現在幫你檢查雙鏡 痛不痛? 不痛 痛不痛? 不痛 我現在把你的頭轉向你的右手邊 痛不痛? 不痛 轉向你的左手邊 痛不痛? 不痛 你還有沒有哪裡不舒服 你的頭有點暈 我兒子沒事吧? 頭有點皮外傷, 不過做個掃描 應該無路震盪 大哥, 我沒事了 我兒子… 檢查過了, 不用擔心 媽媽, 看著弟弟 來, 我又去跟你說 對不起, 我不知道他是你的弟弟 我兒子, 你倆怎麼認識的? 學劍擊的時候認識的 他又教我, 這樣就認識了 我真的沒想過會出意外 你當然沒想過 你做事從來不想後果 我弟弟不能走 你帶他去找獨木舟? 我有叫他不要去 我不想跟你解釋 但我還要你真心改過 天下都留在這裡練習 我真的打算留在醫院練習 如果你只是留在這裡 我弟弟怎麼會有事? 你根本在面前演戲 博我讓你過敗 一會兒又去玩 整件事不是這樣的 我是擔心阿康才出去的 你還吹死責任 要不然我弟弟不會有事 我警告你, 不要再找我弟弟 對不起 我和什麼人做朋友你沒資格管 還有, 今天我休息 我做什麼都不關你的事 我現在就回去看我的朋友 就是你弟弟 幸好有你保佑, 阿康現在沒事了 弟弟, 過來那個宮吧 你爸爸說得對 對, 一家人哪有隔夜仇 誰穿誰不穿也好 總之要一家人開開心心, 平平安安 好, 進房間休息 睡醒了, 哥哥就不生氣了 是怕我生氣的 就不應該教我騙我去玩杜木舟 意外的事沒人想的嘛 你聽我說就沒意外了 對不起, 大哥 從小到大你想做什麼, 我一定讓你嘗試 這次不讓你去, 是怕你有事嘛 你怎麼也不聽 還要跟那個楊佩聰一起瘋 不關楊聰事的, 是我自己貪玩 他本來也有叫我不要去的 是我沒聽到 這次也是全靠他救回我而已 你還幫他說話? 他明知道你游泳不擅長 他明知道你的腳這樣 他有責任感 就不應該帶你玩杜木舟 好了…不要再吵了 一天都是我不好 好, 我打算弟弟剛考完高考 就由他去輕鬆一下 而且去到美國 又是報讀雙健體育學院的 懂得多做運動, 對他也好一點 你要說的, 你就說我吧 媽, 我不是想說你們的 只不過你們這樣有事瞞著我 我怎麼放心送你們兩個去美國呢 我知道大哥你很辛苦 存錢供我去讀書 還指定要媽去陪我, 照顧我 我真的知道的 我答應你, 我以後都不會再這麼貪玩 媽, 你叫大哥不要生我了 我也沒辦法 這次就是我失心願 所以才搞出一個大頭髮 以後如果你想出去玩 那就要大哥簽紙批准才去吧 那好吧, 大哥, 你不要生我了 我弄了一張照片 我以後要去玩, 你幫我簽名了 我有沒有這麼專制, 要入籍申請 不是專制, 只是關心而已 說得賤賤我, 大哥 我弟弟有沒有這麼醜 好吧…兩兄弟和好如初 下次不要了 你經常蹲下大哥的款式 誰想跟你談心事才行 還有, 你拉得自己合行 像一條橡筋一樣, 看著女兒低 到時你想做星球醫生也困難 什麼星球醫生? 一個星期賺一球 外面很多外科醫生 做一次手術收成三、四十萬 到時旺喜上來 一個星期賺成一百萬 一星期一球? 今天身家豈不是很快過億? 你保重身體最好 萬一我喝什麼冬瓜豆腐 阿龍真是靠你了 我出去掛牌 只是為了供我弟弟去俄國讀書 更何況師父幫我鋪好腦 難道我不領情嗎? 說真的, 我很怕應酬有錢 你也不用閉嘴了, 星球醫生 你現在送阿康去火星讀書都行 剛畢業有多少個客人 我還打算送我媽媽過去照顧我弟弟 那你不是雙倍生活費嗎? 你也挺重負擔的 拿你手去看看 看看 照這樣看, 你也應該是一個聖人 這麼乖, 沒理由一個女朋友都沒有 等等, 你不是男人嗎? 她有的, 她自己不要而已 就像奇奇那樣 進廚房, 出廳圖 是她自己醃尖而已 身在福中不知福, 怎麼像? 還要每天早上有美式早餐吃 還說吃完, 不過就是鬆人的意思 照顏鬆的就是你嘛 照顏鬆的 好… 你怎麼這麼閉嘴? 你怎麼這麼閉嘴? 做簡單的神經系統測試 你會怎麼做? 首先要病人登大眼睛 動一下手腳, 按摩 看能不能正常運作 跟病人做檢查, 手腳的時候呢? 手腳就不同了 不可以敲來聽聲 所以跟她做測試力 不可以叫病人屈起手, 然後跟她鬥力 又或者用鎚子敲一下關節 看她會不會動 又或者有沒有過大的反應 好, 有進步 當然了, 溫習的 不耍熟套拳 有什麼移比一劍頭抽書 抽白我 美雪, 一起吃吧 魚仔幫我抽書 魚仔, 冷靜一下 坐吧 不用了, 我又不是你 我不用人幫我抽書 畢竟是同屋主, 怎麼對我這麼囂張 怎麼這麼巧呢? 怪不得每人都說這間咖啡 是我們醫院的附屬機構 經常都撞到這麼多人 餓飽了, 要罪我先走了 以下是一則特別新聞報道 港島區剛剛發生一宗嚴重車禍 一輛私家車失控, 產上行人路 撞傷多名途人 司機和其中一名二十歲途人 嚴重受傷, 情況危殆 至少會有五個會送去骨貨 你那邊應該有幾個 不然不買東西吃, 我幫你買 讓開, 進去, 別那麼慢 個年輕人撞成這樣, 一定有腦創傷 司機肯定喝醉酒 不然怎會產上行人路 別多說了, 傷痕很快送來醫院 我們走吧 好啊 劉爾棺, 那邊有個傷痕嚴重鑽 要你幫忙 未必過來幫忙, 做事 什麼情況?傷痕落家俊 剛才車禍被私家車撞到, 頭部受傷 聽他同學說, 他今年剛升大學 他本來今天去做兼職 但是就遇上這個罪駕司機 大西亞, 有機會露露壓上升 要馬上做手術減壓 照司機, 準備啟動 好的 是嗎? 有另一個傷痕頭部受過傷送來 1、2、3, 開 過床好嗎? 1、2、3 1、2、3, 開 這個就是少士司機金世榮 25歲, 今早7時 他還在龍堡上發生車 這個老闆的兒子 跟剛才的病人一樣 要馬上做手術減壓 照CT, 準備好 好 駱家俊的報告出來了 癌膜內出血, 還有嚴重腦創傷 腦內有血硬塊 要馬上跟他開刀做手術 癌膜內出血加勞創傷 這個情況之下開刀 傳滅率只有一半 你感覺是什麼意思? 跟金世榮一樣, 勞羅壓上升 要馬上開刀做手術 只有一間手術室 十分早已準備好 只剩一個電腦 我想等到金世榮的報告 才決定跟誰做手術 是他罪隔撞傷人的 總是應該先救他後親兒子 他才是受害者 我不是法官 誰有罪誰沒有罪不關我的事 誰傳滅女高的就救誰 我去找他, 我先見他在一起 你走開… 我們醫生在做事了 張醫生, 你一定要救我兒子 多多錢我的兇子 我們會盡力的, 送金老闆出去 放心, 我們正在救你兒子了 一定要救他 一定要救我兒子 我終於明白 為什麼你要救金世榮師? 從醫生的角度 應該看完兩份報告 才決定跟誰做手術 你們幹什麼? 還不送駱家俊進手術室? 有另一個病毒送來 我覺得應該挺白的 張醫生, 駱家俊的情況 越早開刀越好 但是…我們沒有時間做 張醫生, 手術手準備好了嗎? 送張醫生進去 你留在這裡, 替九十人急救 繼續打電話聯網 檢查其他醫院有哪個頭可以用 胡家忌, 來 有什麼打電話? 放 Pear, zel, 別打電話 可惜死Camver –Lev, 你 leurs there 肅兒子, 分證讓攝影響 又 actress扮軚, 你也有一股 財富何低, 六十 全落清楚 數量大二十數量 tau 差很多, 有一百九十圈 雨聲暴時zens 有多少時間,總總要快 莊醫生,金世榮的報告出來了 證實是壓毛外處,沒有腦床傷 這個情況私下同一個開刀 傳媒率只有九十% 有沒有其他手術室空出來了? 護士說二十分鐘後有手術室準備 有沒有醫生可以幫忙? Bakie,你值得說 對 莊醫生,我的兒子怎麼樣? 你說我會救她? 我們會盡力的 世榮… 別再救她 她的情況越來越差,血壓急氣下降 應該勞弄壓越來越高 引起腦幹受壓 朱醫生,張仔心跳停了 打底,三分鐘一支 已經第四支 撞死 打底,三十分二支 打底,三十分二支 把力率向上 打底,三十分三支 那個老虎像可能會湧出來 準備沙風, 剪刀 何君 現在這樣, 他可能醒不回來 現在不敢, 可能就趕不回來 並能在這裡帶我簽 快點 快點, 快點, 快點 三、二、一, 結束 別錯了, 在這裡等 加上300 好, 三、二、一, 結束 三、二、一, 結束 加上350 三、二、一, 結束 三、二、一, 結束 三、二、一, 結束 張醫生, 病人心跳停了 已經超過十分鐘 病人交屬在外面 要不要叫他進來, 見最後一面 我出去跟他們說 張醫生, 我兒子怎麼樣? 我們盡力了 你這樣說什麼意思? 世榮… 世榮… 你臨死了, 世榮 金老闆, 對不起 不可能 不可能, 剛才是好好的 這日沒多久他就去了 一定是這個問題 是你害死我的兒子 冷靜點, 我盡力了 世榮… 世榮… 我一個人怎麼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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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 怎麼樣? 駱家俊的情況怎麼樣? 送去醫院, 可能這輩子都醒不回來 我說了 他這個案子全活力很低 那你現在開心了, 你說中了 他年輕人變成植物人 怎麼了? 你現在是不是覺得 救不回來的有錢人很不值? 你覺得我不應該反對你 你覺得應該把有錢人的報告 是嗎? 是, 如果我們等待他的報告 就會知道他只是硬膜外出血 沒有腦創傷 是他罪駕撞傷人在先的 這叫舊遊自取 無辜的那個是駱家俊 無故被罪駕自己害死了 他只有二十歲而已 不要用你個人道德標準 他端定一個病是否應該救 我們是醫生 一目被人在我們手上 都應該一時和人盡力去救 如果他不是金城超的兒子 你會這麼著緊嗎? 你靜點可以嗎? 你問什麼?如果金世榮不是罪駕司機 你還是不是堅持不等他的報告 而去救一個住活率這麼低的病人 金世榮原本有九成機會救得快 愛到底結局或同樣 仍然能拖緊彼此就絕地說上 如能從手好一想 不要再想再一刻 人變缺釀 明知可引起不要再錄唱 情人們一夫一嫁 相愛到底結局或同樣 仍想將你我這模 見得更理想 如能從手好一想 不要再想 再一刻誰也要退下場 多得你再唱 多得我再唱 天空也再唱 見好這一張